现在疫情在升温 欧洲各国都在拉警报 而这时比利时的动物园 却传出园里头的两只河马 也检测出呈现阳性的反应 这是第一次传出有河马染疫 不过原方就强调了 其实这两只河马 现在没有出现危险症状 不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有动物染疫了 只是之前大多数都是猫科动物 还有猴子 现在这两只河马 现在还不确定 到底是他们怎么感染的 原来回到台湾来看 宜兰这边有广大的平原 许多农家会把房子 建在农地附近 但是你来看看这个房子 是不是有点太奇特了 它竟然直接就盖在这田中央 而且四面都还水 那么出入口是完全没有路的 到底怎么走呢 让不少网友都看傻眼了 而且有人还观察到 这墙上怎么都长起白毛了 难不成这是一个护城河的概念吗 蛮奇特的 另外来看小学的音乐课 还有包括国中 这直笛都是必修 但是有人就好奇了 奇怪市面上有这么多种的乐器 为什么偏偏就选中要学直笛呢 那么其他的小提琴 吉他为什么不是必修呢 其实现在就有人开始在网络上面疯狂讨论 那实际上这个直笛是因为入门成本很低啦 价格很低廉 所以其实在世界各国都会被当作是入门的教学乐器 所以我们就开始在网络上